你这个成本价3块钱一碗的面 你就应该3块钱卖出去 会比你卖10块钱一碗赚更多 3块钱您开玩笑吧 这是门店费的出租费都不够呢 你现在卖产品赚差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你要避开跟别人之间的价格战争 你就要卖什么不赚什么的钱 要赚别人背后看不到的钱 你才能够挣大钱 我来教你一招 让你一年多赚个100W好不好 100W您吹牛吧 不吹牛了真的 来你看啊 你这个碗你卖3块钱一碗 别人卖10块钱 是不是别人会选择来你们家吃3块钱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别人家是小碗 你们家搞这么大个碗 是不是有第二个优势 第三个你看大家如果都来了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充会员 充会员 他要充300块钱的会员 他才能够吃3块钱一碗 要不然的话他就要原价吃 他会不会撑呢 你们觉得会不会 我觉得不会吧 我刚才设置一个条件 你看充300块钱的会员 我们送他399的微波炉一台 会不会充 那可能会 然后如果他不要微波炉 我们可以给他送399的酒一箱 会不会充 那可能会充 你看 微波炉也好 酒也好 我们可以找到推出通道 可以拿到两到三折的 也就是大概几十块钱 我们一个会员 我们至少可以挣200块 那10个就2000 100个就2万 1000个就20万 今年一年我们充5000个会员 我们今年至少可以小赚 100W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你看老板娘人长得这么好 很多人都来你这里吃面 对不对 对 好 就是他吃了几天之后 他发现吃腻了 嗯 他加点鸡爪 加点卤蛋 加点牛肉 加点羊肉 他要吃丰富一点 嗯 那是不是要再加钱 是 哎这样的话呢 他每一份 如果我们挣个2块钱 他今年来吃200次 我们就挣400块 那他今年如果有1000个人回头会经常回来吃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挣个三四十万 今年员工的工资 水电费房租 是不是全部可以支撑了 全部可以 哎 你每卖一个会员的200多块钱 你赚的全部是净利润 你就大量卖会员 别人在卖产品赚差价 赚个几块钱的差价 咱是卖会员挣会员的钱 而且是挣200多 你觉得这样的生意 有没有机会干大 有 虽然你传统的一年挣个十来万二十万 我教你这个方法 一年可以至少挣100大不了 好吧 今天这碗面 我还是给你10块钱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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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送你吃 送你 你太大忌了 我希望你这碗面 是什么